小英越來越多發東京鐵塔夢 面盲的她終於認到觀越老師出現在她的夢中 究竟小英的夢暗示著有什麼來臨呢? 大家好,我是藝術書客 今天說故事繼續講八片小英magic card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LIKE一鍵三連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和關注我的頻道 還有按個小鈴鐺 小英的新學年開始 升上小五的小英遇上和雪兔一起上學 雪兔就送了一份禮物給小英 祝賀她升上小五 痾...為什麼升上小五也要有一份禮物呢? 今年小英班的班主任變成觀越老師 小狼依舊十分警惕觀越 而小英就一臉幸福 小英回到家,拆開雪兔送的禮物 原來是一隻手錶 晚上,小英發現外面的雪積得很厚 明明已經是春天,都落這麼大的雪 小英知道是古羅卡搞的鬼 於是她就跟姿勢出去找古羅卡 在大雪之中,她遇見同樣找古羅卡的小狼和梅玲 小狼就說是SnowG card搞鬼 同時小英小狼都提到她們在事前感覺不到古羅卡 就好像有什麼干預了她們的感覺 By the way,今次小英的衣服真是好猛 被血都流 小英用5G card帶小狼一起飛起避過SnowG card的攻擊 小狼再用火神招來對付SnowG card 但沒什麼效果 之後,小英發現雪兔送的錶被SnowG card弄不見了 小英一怒之下,還用Firly燒盡所有的Snow 女人發脾氣真是不簡單 真是寧得罪中共,莫得罪女人 封閉SnowG card之後 小英就因為不見了錶而哭 這個時候,觀越老師突然出現 說收到小英的錶,然後將錶交給小英 之後一天哭的時候 小英和同學去上英夜餐 小英還拿著唱K神來唱歌 原來早幾年的唱K神戲 早就在小英的動畫出現 回到家之後 小英就問起雞蛋仔他原本的樣子是怎樣的 雞蛋仔就回答 簡直是超有型啊 然後又說小英收集完古羅卡就會知道 不過,雞蛋仔又小聲地說 不過到時,小英也要見那個人 第二天,知生要去合唱團練歌 小英就要一個人放學 幫我的時候,剛好遇到觀越老師 觀越就跟小英說 知世今次會很辛苦,你要幫一下他 之後,小英就感覺到古羅卡的出現 古羅卡將知世的聲音奪去 知世出不到聲 回到家之後 雞蛋仔就說是Voice之卡搶了知世的聲 第二天,知世請假,沒有上學 小英非常擔心知世 小狼見到小英心情不好,主動為民 小狼還答應小英一起想辦法封印Voice之卡 升了五年級之後 小狼對小英連同的次數多了很多 小英和小狼決定去知世家探知世 知世現在出不到聲 所以就用北極寶寫下他想說的話 TVB這段沒有字幕有沒有配音 到底有誰看得明白啊 之後知世就用北極寶問小狼是否喜歡小英 小狼紅都臉了 急忙話,邊,邊到是哦 最後,小狼想到用Song之卡 由Voice之卡再次出來 Voice之卡果然還算 然後,小英就成功把他封印 Voice之卡偷的聲音回到知世身上 知世又可以唱歌 第二個星期,是學校參觀草莓園的活動 說起初中好像去過元朗集草莓 摘完草莓之後 千春和生奇又在放閃 之後因為資料館的門開不了 下午的行程要改變 小英小狼覺得不妥 就去到資料館一探究竟 但竟然一推就開到門 英狼他們一進資料館裡面 門就自己關閉 關閉門之後就開不回 梅玲想打爛槍逃走都被彈走 小狼就說是Lok之卡搞鬼 鎖了他們在裡面 小英他們到處找方法 希望離開資料館 但小英中途一個失足差點仆街 幸好小英捉住上面 沒有跌倒 就在捉住的同時 小英剛剛看到窗外的觀越老師 觀越提醒小英可以用封印的鎖匙 於是小英就用封印的鎖匙 成功令Lok現身 最後小英成功收復Lok之卡 之後一天小英發燒病了 小英發報宵 小英我有製造班的海報 決定不請病假 但最後都被關越老師發現 要小英去醫療室 關越用心靈感應 通知陶瓷要接小英回家 陶瓷見到關越 就問他為什麼會回來 關越就回答 因為我有些事情要做 當晚 還在這裡發燒的小英 感覺到古羅卡 雞蛋仔就說是Cloud之卡 小英就帶著病 都想出去封印 小英找臉被哥哥發現自己出去 就用MIRROR之卡製造一個分身 大病的小英被Cloud之卡吹飞 幸好小狼及時趕到 用風華招來接著小英 而陶瓷帶食物去到小英房的時候 發現他並不是小英本人 陶瓷大概知道小英出去做什麼 不過就叫MIRROR之卡不要告訴小英 然後小英在小狼和梅玲的幫助之下 封印了Cloud之卡 卡歸小狼所有 但小狼見小英病了 就紅著臉把卡送給小英 之後有一天 英狼梅玲姿勢約會逛街 就在姿勢拍小英的時候 姿勢突然看到很多小英 姿勢一直沉著在拍攝很多小英的情境之中 之後被梅玲一波 才醒來發現是幻覺 看戲的時候 小狼又看到電影的主角 變成自己和小英 英狼姨威在一起 之後小狼才被其他人叫醒 之後他們就去到東京鐵塔 這次輪到小英發夢 小英看到桃子和雪兔 雞蛋仔就跟雪兔聊天 桃子還叫他們不要讓小英太辛苦 之後鏡頭一轉 小英就在東京鐵塔 看到發東京鐵塔夢時候的自己 夢裡面的自己告訴小英 沒事的一定沒問題的 之後就是一段回憶殺 中途小狼用貪之卡停絕時間 小英才終於在夢裡面醒出來 將Dream之卡封人 其實這集真的很圓滑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說 小英發的夢其實是有暗示的 雞蛋仔也說 Dream之卡發的夢是愈之夢 最後Dream之卡是歸小狼所有的 之後班上要準備一年一度的學藝表演 小英的班就要做水公主的畫劇 同學透過畫鬼腳來分配工作 男女主角自然就是小英小狼 小英小狼決定在操場排戲 就是在英狼即將Kiss的時候 單身狗Sand之卡看不過眼 出來搞事 Kiss的畫面就是因為這張卡而沒了 小英帶著小狼飛 但小狼中途就被Sand之卡吸入船窝 之後小狼就叫小英Water之卡 灌水入沙 小狼就用Fist之卡冬住Sand之卡 最後小英就封印了Sand之卡 封印之後 Sand之卡就飛到兩個人中間 因為兩個人合力封印的 所以卡就作為他們兩個 之後小狼就疑話 為何古羅卡剛好在學校之後 他們兩個的時候才出現 這個時候 官月就以詭異的神情 看著英狼兩個 之後就是正式學藝表演的時間 小英穿著黃紫衫都好萌 官月老師就說這件衣服 在危險的時候都可以行動治愈 話說漫畫版的生奇是扮女毛 動畫版就是梅寧扮女毛 當然 有在Kiss的音樂發生意外 古羅卡令到舞台突然變得七黑一片 小英什麼都看不到 小英就連封印的鎖匙都解不了封 小英不停想 這張會是哪張古羅卡呢 令所有東西都變得黑暗 就是Dark之卡 但是知道名字並不可以封印Dark之卡 這個時候 小英發現他可以在黑暗之中看到自己 所以他就想到 因為自己在發光才可以看到自己 之後Light之卡就出現了 原來自吹走古羅卡開始 Light之卡就在小英的心裡面 之後Dark之卡都出現在Light的身邊 小英就把兩張卡都封印 在封印的時候 兩張卡都說希望小英成為他們的新主人 但最後的審判將由月執核 小英就問究竟誰是月 Light就說月就在你的身邊 之後有一天 梅凌回到學校之後非常疼 小英就問梅凌發生什麼事 原來梅凌的媽媽要梅凌回香港 但小狼似乎完全不在乎這件事 梅凌就覺得小狼認為她左手左腳 因為這樣 小狼激怒了梅凌 梅凌對她不抽不彩 小英看到這樣就邀請梅凌去她家談談心事 回到家之後 小英就告訴梅凌小狼其實很擔心她 梅凌就說其實她是知道的 但那種感覺並不是她想要的 之後梅凌就說起她為什麼喜歡小諾 梅凌一開始很怕嚴肅的小狼 梅凌的小鳥飛走了 小狼知道了之後 就冒著於把梅凌的小鳥找回來 自此梅凌就喜歡了小狼 就在這個時候 小英感覺到古羅卡的出現 小英就帶著梅凌去找古羅卡 原來是Twin的卡搞事 令很多東西都變成兩個 連小狼的管家阿維都變成兩個 但要封印Twin的卡 就要同時封了兩隻精靈 於是狼英就同時用雷帝招來和Thunder攻擊Twin 但兩個人密切不足 不可以同時攻擊 於是小英就叫小狼和梅凌同時攻擊Twin 兩個人就用由小到達的密切對付Twin之卡 小英也因為這樣成功封印Twin之卡 卡歸小狼所有 不公平 為什麼英狼就可以共同封印 但梅凌和小狼就不可以 編劇很偏心 梅凌終於幫到手封印古羅卡 梅凌在上回香港的飛機之前 和小狼提起小時候的約定 原來小狼小時候帶過梅凌 在小狼找到喜歡的人之前 梅凌也是小狼的未婚妻 之後小英又發動了鐵塔夢 這次夢中多了一個白色有翼的神秘人 雞蛋仔知道了小英夢中的神秘人之後 就知道那個神秘人就是阿穴 呃...不是說夜神穴 之後英狼和姿勢就去到射箭大賽 看雪道比賽 雞蛋仔在射箭場感受到穴的氣息 就在他們看比賽的時候 就發現官月老師也有參賽 雞蛋仔就在比賽的時候 一直背著官月老師 比賽之後 雞蛋仔自己去找官月老師 雞蛋仔感覺到 官月身上有強大的穴之力量 官月就跟雞蛋仔說 自己有自己的任務 去到審判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離開的時候 小英碰到在做兼職的圖廁 小英又問 為什麼剛巧哥哥又在做兼職呢 圖子就回答 這個世界上無效合的 官月就補充了 有的就只是必然 就在眾人準備離開神社的時候 地下突然地裂 這個當然也是古羅卡作怪啦 作怪的就是最後一張古羅卡 Earthy 其實有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了 為什麼有些卡的卡名字 會是一個adjective來的呢 小英首先用slip之卡 令附近的人都睡了覺 在媽媽巴裡面 小英因為地裂而跌到懸崖 小狼立刻趴去救小英 並且大叫 小英 這次是媽媽巴裡面 小狼第一次叫小英的名字 之前小狼一直都叫他木之本同學 小狼回到地上之後 就很高興小狼會叫他的名字 還問以後可不可以叫你小狼 叫過名字都可以這麼開心 媽呀真是很清潔 小英飛上天問Earthy的真身 就發現Earthy之卡影響不到有樹的地方 所以就用wood之卡封鎖住Earthy之卡 最後成功封印Earthy之卡 就在這個時候 雞蛋仔的魔力都開始恢復 開始進化成為雞蛋佬 雞蛋仔終於恢復原狀 小英回到去之後在Earthy之卡寫上自己的名字 就在小英正式收集了全部古羅卡之後 最後的審判就開始了 還有份影的雪兔突然張開了雙翼 原來雪兔就是另一個古羅卡守護者月 月一出現 小狼就當在小英面前 真是好man 接下來 月將會審判古羅卡的擁有者 看看他們是不是真的有資格成為古羅卡的新主人 月第一個審判的就是小狼 小狼的符咒對阿月無效 所以小狼就用time之卡對付阿月 但time之卡是月兩屬星 是阿月支配的卡 所以小狼很快就被月秒殺 之後就是阿月對小英的審判 小英望著東京鐵塔上的阿月 最後的審判即將開始 今次的雪故事是八片小英magic card第36到45集 不是我故意停在審判之前 而是45集真的就完了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次的八片小英 在最後的審判之後就是小英卡片 話說八片小英的漫畫有12卷 古羅卡片就是頭六卷 小英卡片就是尾六卷 但動畫版的劇情並不是一半半 而是古羅卡片的劇情比較多 而的而且確 小英卡片不符漫畫的劇情是比較多 其實古羅卡片也改了很多劇情 例如earthi之前其實是花雅尼卡 收到花雅尼之後雞蛋仔就變回了雞蛋佬 不過我都會以動畫為衣龜去講劇情 大部分我會講漫畫劇情的都是一些情感相關的 例如姿勢和小英 姿勢在漫畫裡面真的是一個好女人 有錢 性格好 情感細利 做老婆一流 如果不是直播的時候有觀眾提到 我都沒想過姿勢原來是剛好做老婆 不過我也是喜歡小英多一點 姿勢的性格放到一個十八二十個女生 或者很吸引 打一個小五的女學生羅莉來說 我也是覺得小英吸引一點 不過如果姿勢肯包養我 我也不介意的 哈哈 不過作為專一從一而中的男人 我老婆始終都是尼海沙 MK妹才是王道 說起海沙 今次寫歌的時候寫阿月都覺得有點怪 經常想起夜神月 雖然兩個阿月都很喜歡病 哈哈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是雪雪霞 鳳西一五晚上九點出片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like一鍵三連 還有記得訂閱和關注我的頻道 還有按個小鈴鐺 康觀浴之後是如何 車漢 下回分解 我們下次見 按個小鈴鐺 할게요 吧